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回到節目時間 我們剛才也討論到 究竟這幾年泛民在我的措辭上面 口號上面 沒有什麼特別的進步 即是論述力不足 甚至令人懷疑到 就算我真的被你執政了 你也沒有可能有一個能力 去管治好香港 是不是 教授 承認的 我想在香港市民眼中 泛民到今天還是一個制衡的力量 即是你泛民雖然口聲聲說 我們在歷次的立法會直選 通常都得到接近六成的選票 但我相信這六成的選票主要就是 希望對政府有一股制衡的力量 希望針對政府有一種比較尖銳的 有力的批評的聲音 不是說這六成的選票 是希望你上來執政的 譬如說我有時也舉這個例子 就是在97之前 當董特首明顯地成為黑馬 在握手之前 種種民意調查都反映當時 你問市民喜歡誰做行政長官 第一屆行政長官 都是陳方安生 我留意到這些民調 他未有一次低於65% 當時最受歡迎的李柱銘議員 他未有一次民意調查 多於15% 其實都反映到市民的心態 他亦都很聰明 你說選特首就不要變了 是一個做官官的 還有免得跟北京吵架 不能夠跟北京吵架 如果不是我那層太古城 那怎麼辦呢 要找一個人罵呢 好啊 李柱銘、劉慧卿 當時都是最受歡迎的立法會員 我想我們還是停留在這個階段 這個是因為政制所行 人家明知你沒有資格執政 對你的期望是這樣的 你變成你的運作模式 亦都變成這樣 所以難怪 所以流於制 只是懂一個口號 大家出來的目的 都只不過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制衡的力量 我們永遠都是應該反對派了 這件事某程度上我會覺得是 無可來何也有機會 可能是民主派自己本身的自我約定 因為我記得司律華在生的時候 他也提過要在野20年 過了路 這件事基本上 Max的 當時我們大家都是年青 參加過民主運動的一些討論的時候 都聽過這些說法 這一種以20年作為一個反對派的定調 其實今時今日 仍然司律華先生不在那裡 但是似乎仍然影響著 今天本地香港的泛民力量裏面 那個基本的心態 因為某程度上 有一種自我設限 這裏可能建基於一個特性 就是說 你在整個中國裏面 在這個大論述裏面 你怎樣去爭取民主呢 你需要所謂有哲有理 來逐點推進 而這一種的做法 有它理性在裏面 但亦都形成了一種 即是長時間 令到自己定型的危機 而這件事是牽涉到 究竟泛民裏面的朋友 特別是主要出來參政的 從政的 有沒有這種不治各地 即是將自己定型 而令到自己沒有進步呢 還有第二件事 亦都牽涉到本地整體的氣氛 你覺得要在政策上有什麼突破呢 建基於的就是 你要有充分的資料 還有第二件事 你是需要有人才去發展 但其實我們中觀香港 即是在提出謀憲計的組織 所謂智庫 或者所謂智囊組織裏面 其實大部份 都基本上 在泛民陣營裏面的智庫組織 其實是寥寥可數 除了是錢的問題之外 也是建基於 即是你收集材料 去做具體的政策倡議 其實有時候 我見過有些組織 他們立議的 都只不過是想嘗試做謀事 是讓建制中人來買他的意見 在這樣的情況裏面 那種根本不是以泛民的執政組織 或者叫政治組織 作為主要的對焦點 而是想去賣竅 基本上你對於泛民整體的政策論述來講 亦都變相無形中削弱了 當然這些現象 如果我們不認真地去留意 我們只能夠看到泛民未來 在政策論述 甚至是想願意進一步 去提升自己的管治能力 都會有機會變相 只是一個等運動的過程 這件事是泛民中央自己要警惕的 新聞時間到了 但剛才兩位都看到泛民的困局 就是說現在下去好像定了刑 就是做一個反對派的角色 不如選票給人 反而你看看民建聯那些 就是為自己執政鋪路 究竟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我們不如看完新聞之後回來再繼續討論 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的 18335 298 好 回到節目時間了 另一位泛民主派的選委 邵家春也來了 昨天他也有去到兩個泛民參選人的辯論大會 對 問也很辛辣 對 很辛辣 邵家春不如先問問你 你對於昨天那兩個候選人的表現 是否滿意 或者整體來說 泛民這幾年有沒有進步過 嘩 第一個問題先 第二個問題很難回答 第一個問題先 就是 滿不滿意 其實昨天我們帶了一個問題去 我打算和我們在論壇都是各自表述的 都有自己的政鋪 沒有東西要道歉 政鋪當然說得很厲害 我問一個政鋪沒有說的問題 所以我問他 你回顧自己幾十年的從政 你自己覺得有沒有一些事情要道歉呢 對民主運動 對民主發展有沒有要道歉呢 我還是以為他會說一些 某些事件上 那個決定本身 那個決定過程本身 有些事情可以再做得好些 誰知道他真的說沒有 兩個人都說沒有 沒有啦 大哥 策略性道歉都沒有 什麼事 你現在有權投票 沒有他們做了一個基礎給你 你現在有權投票 可以為了 70年代派平山河會講 我簡單講一句 我的確確 我覺得民主運動 或者民主運動裏面 各個組織 需要嚴肅地處理年輕化的問題 我一向都覺得 民主派的組織 去競選議員 兩任應該下來 給別人一個機會 但是昨天你問了這個問題 他的答案為何給不了你滿意呢 那他們的答案 真的會說不應該也不會 一個就說睡得著覺 所以到臨下會的期間 每次都是 工作時間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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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收不收貨 這個票給他們 你打算怎樣 你那張選委票 昨天聽完兩次了 還有機會 但是我本身說過算數 那時候我們說 我們三條隊在社工界 泛民的三條隊 我們參加一齊的時候 一直說了 得了的話 就提名給泛民候選人 這個我們一定會繼續做 所以贏了那個 就算他們怎樣 答不了問題也好 很可惜 我也會支持 那這件也是一件好事 順手承諾 不過邵哥春總的問題 還未爭我的 一會再問他 當然要 不如我們先聽聽觀眾的電話 今天第一個電話 就是梁先生的電話 梁先生你好 早晨 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早晨 請說 請說 你好 是 你說昨天選舉 辯論誰好 是嗎 是 我的姓 認為 那個 怎樣 那姓馮哥 馮兼基 比較好一點 實際一點 那你經常打擊 那你經常打擊 甚麼甚麼地 就肯惡霸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生 照 不肯惡霸 馮一件事他必反對 但反對不是問題 你這樣反對之中 我覺得他好像真的很過激 對嗎 我姓馮 比較好一點 好,謝謝你的意見 梁先生又覺得馮檢基好一點 再為黃小姐 沒錯 那先聽黃小姐的意見 黃小姐你好 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請說 星期日我會去投票 謝謝 這是最重要的 對泛民的一個支持 其實 希望他們可以拿到 12票以上 其實做CEO 現在來說是非常容易的 他那個主要的責任 就是平衡他 Synicate的利益 至於他們很清楚地 民主、除部、安良、六、四等的事情 是禁忌來的 那你要他關顧民心 他們現在是不會有一個 父母觀的心態的 他只是當一份工來做 那他要看阿爺 就是那個巴士 要他做些甚麼 他誤解了現在的兩位候選人 他們只會當中央是他的老闆 他不會當這個納粹人 是他的老闆 那 都很清楚 他們每次你看他的實績 他只是 民生問題 只是不斷已大過 那可能就是簡簡單 你派米給東頭村 為什麼你又忽略了 你東村 那些不著邊際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 一個表態 你會投誰呢 是的 你會投誰呢 我會投何俊仁 好 多謝你 我們一個表態 是的 那是星期日的了 是嗎 是的 其實那個情況 都要告訴我們觀眾 怎麼做 是的 我們希望 各位朋友 能夠在星期日 十點到七點 我們在鐵路沿線 七十四個地鐵站 都有投票的安排 大家到地鐵站 找到選定的出口 就可以拿著身份證投票 我們也承諾保密 你一投票到資料 當日我們就會銷毀 變成亂碼 任何人都不可以重新取回這些資料 如果投了之後 市民選了假設 逢檢基 或者何俊仁 所有泛民的選委都會投那個人 困綁了 困綁了 我們希望如此 我肯定如此 可能有個別有其他的考慮 但是我們希望 2045個選委之中 應該肯定有 15個以上會這樣做 就是跟著市民的意見 基本上是 坦白說 所有泛民的選委 在自己的界別裏面 在自己的那個推動 和動員過程裏面 都清楚說明 是以泛民候選人 作為我們唯一選擇 特別在我們高教育界裏面 說得很清楚 是以泛民初選機制 所以基本上 作為一個為人私表 你已經公開做了承諾 對自己的同事 對自己的同學 做了一個清晰的承諾 你臨尾竟然是出爾反爾的時候 你根本很難交代 但是有人說不要浪費 要滑 你電話攻勢很強 或者電郵攻勢 雖然有時寄信會 寄錯名和地址 某個候選人 或者SMS 不知道訂錯誰 但是怎麼解決那些 那些基本上就牽涉到 你自己在政綱上面 你和選民交代的時候 你究竟有沒有自己 在一些留有餘地 說得好聽一點 如果你是留有餘地 那你就用這些餘地 來自圓其說 不過當然 你掛著泛民的標籤的時候 你只有自己想想辦法 你怎樣向泛民的朋友 泛民的支持者 去好好地交代 不過每個人都讀到博士 又教書 沒理由這樣 是吧 邵家樽 剛才都說到 你都說你也是會 遵照之前的承諾 捆綁去 現在不是投票 也叫做提名 提名一個候選人入閘 這樣 但是會不會 你自己都發現 有一個矛盾在 你現在變成一個選舉人 你是一個很passive 很被動的東西 只不過你自己沒有了 自己的主見 只不過是 你去過論壇 都是提了你的問題 但是 就算那兩個參選人 你的意見 都不符合你自己的標準 或者你都覺得 他們兩個還未合格 但是基於你的成果 你覺得當中 有沒有一個矛盾在這裏 你卓利文 我最早他經常很passive 我是很active地選擇 這個所謂passive的角色 主動選擇被動角色 主動地我會說明 我是會尊重這個機制 我是好在有這個初選機制 好在為甚麼 為甚麼好在 因為如果真的 逐個逐個去稱 我更加難選 即是那兩個人 你看他們過往的作風 或過往的一些言行 你更加不知如何去選擇 我就反而有尊重機制 你可以說是一個被動 但一個被動 我覺得是 我是尊重機制本身 今日美國開始舉行初選 那些初選的人 都一樣是綑綁式的 是 所以做出來做綑綁 但剛才還未解決李津的問題 萬人有些電話 你知道 當選之後 有林寶輝 又有個 SMS 公足新春 你好像拿了我的電話 就看了我的電話 不是 都收到 你都收到 我沒有收到 你都收到 我沒有 我只知道 在Facebook 如果大家有心找到一張照片 就知道林大輝電話號碼 但他收到這些 人家打電話號碼 你 明知你不喜歡 不要浪費那一票 你追求我 你是自由 我接受你是我的自由 大家都很清楚 在戀愛裏面 所以這個都很重要 不如問回剛才的問題 小金剛才提及 昨天你看回那個辯論 我們剛才的討論 你未來之前 都討論了 究竟 泛民主派這麼多年以來 比起五年前的梁家傑出來選 好像現在都是流於一些口號式 我們叫做quiche 好像陳康濫調 沒有什麼實際的進步過 你覺得泛民這幾年有沒有進步過呢 包括人選 喊的口號 以及實際的政綱方面 說宣戰很厲害了 很激進了 當然了 馮劍基挑戰 對人說他的口號式 但我覺得口號式 何止他一個 我覺得口號開始 越來越… Kiss說了之後 是口水式 我覺得不只是口號式 他純粹是口水戰 你說我甚麼 那些東西 其實大家的東西都沒有甚麼 但宣戰很強 可能他人生最大的字眼 在昨天裡 不知為何會有這樣的 何俊仁成為了 好像全香港最激進的人士 改變中了一些 更激進的 門口幾個好一點 好像一個很激進 一個很前進 變成一種這樣的狀態 但其實一些都… 其實我們 如果說泛民 過往這麼多年來 其實學到的東西很少 我覺得他在每一次 是失敗或成功 學到的東西 學到的東西很多 無論在形式上 或在內容上 他們的演變技巧 你見到的 演說能力高 辯論能力低 你見到的 是這樣的 準備定 寫定 讀出來就可以了 我讀了 不過聽不到 我再讀一次 你聽了第一句 這樣吧 休息回來再問他們 最後還有幾分鐘 星期六 我們再回來 希望星期六 公眾可以參與 可以問些什麼 他們 或者大家現在有什麼 想問都可以 打電話給我們 133298 回來見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再聽觀眾的電話 還有廖先生的電話 廖先生 你好早晨 你好 你好 最好 我現在在說 這個 何俊仁和馮檢基 他們搞的選舉 是 我說聽 沒用的 搞得一個搞字 好像五區公投 那樣 你要中央肯承認你 和香港政府肯承認你 才行 你動氣在這裏 你動氣出來有什麼用 對你沒有好處 你想丟起香港的市民 去反大陸 是 就是這個意思 最主要就是這樣的問題 是吧 好 多謝你見 李先生覺得沒用的 不如再聽到觀眾的電話 李先生的電話 李先生 你好 早晨 早晨 我看到他們兩個的辯論 其實我看到他們的政綱 和所說的東西 離不開都是估出這個 仇故程序 但是完全沒有 這個人口政策 完全不作邊際 即是雙非的 我想問一下 民主黨 這群泛民派 以開放為本的民主派 那麼多年 這個劫六四 劫七一 去撞大自己的精誓 我想問一下 現在我們越來越覺得 我想問一下 香港富人不是值得李嘉誠 不是值得四大家族而已 富人有很多人的 而且你問一下 究竟這群富人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個個都是 含著甘索書 人家都有努力的 不要只是鼓吹這種情勢 我想說真的 如果香港越來越民主主義 就是 我上次覺得 現在的政客和社工 好像香港的一些護士和醫生 他們最重要是香港 最重要是香港要有頭暈申癌 有病痛 因為他們沒有 我明白李先生的意思 謝謝你 不如問一下邵家樽 是不是想香港多些頭暈申癌 才有犯開呢 含著社工 社工是這樣的 是一些悲觀的樂觀主義者 他一定會相信改變 如果不是做了社工 對人對社會一定會相信改變 但是同一時間 悲觀眼睛 是可以給他看清楚 那個現實是怎樣的 如果需要社會 投人申請的很多 如果這樣 那位觀眾的邏輯 警察都是這樣的 是吧 可能警察都需要 如果不是沒有犯開 但是我覺得這個邏輯 是很犬如的 不如反映仇富 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仇富其實是這樣說 扶貧必先制富 其實現在一定是說 過往只是說 怎樣扶貧 不說怎樣處理 富有人的那些壟斷問題 所以其實兩者是很有關係的 同意 因為基本上你眼見 香港過往還說 換了不同的財政司司長 所謂的共識資本主義 直到今時今日你說的 小政府大市場 其實你離不開 都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變種 永遠都是以市場為道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用市場作為 當它是一個健康的處境 根本就完全不是 所以在這個情況 一定要做些事情 那個根本的問題 還是在選舉制度 如果你的選舉制度 是有所改變的 怎會說所有工會的代表 也不能夠為工人爭取 譬如說集體投判權 但是回到頭的問題 如果以現在的進度 即是法民走下去 到了2017年普選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的足夠力量 是推舉一個 像樣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我相信推舉一個 像樣的候選人 不是太難 困難在於 這五年有沒有足夠的動力 和誘因去好好組織起來 做好選舉的組織工作 做好政策諮詢 和做一個政綱的工作 這是困難的 一看到別人的對手 都三四年部署 邵家津都心謀怨慮 我們這個只有一個月左右 這些部署 人家有兩年前吃飯 這樣是不同的 一個是打頓地戰 一個是 真的這樣 是有些不同的 不過說有沒有有質素的候選人 我經常都是這樣 我住十六樓 我的蜜堂經常都生得不好 那些藝都會走上來 我住十六樓 你有蜜堂 那些藝都會走上來 我意思是當你有機會 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可能性的時候 自然的人會向著他走 三明五年會向著他走 是 我最怕大家不再發聲就不行了 剛才大家都知道選委上來了 都很感謝大家上來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還有星期六還有一次 沒錯 提醒大家 星期六還有一次 兩位泛民參選人同台辯論 公眾了 沒錯 大家可以再說 3點到4點半 太子道名外中心 另外就是 星期日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投票 選一個他們心儀的泛民的代表 就是參選這個行政象官 聽說有人追擊 都沒辦法 我相信 麥麥那個辯論都會有 沒錯 香港多元化社會 都有多元化的聲音 今天麻煩幾位選委 麻煩邵家俊 麻煩王志偉 謝謝鄭議員教授 謝謝 討論了泛民的辯論 以及接下來的 禮拜日的泛民初選 稍後再次有另一次新聞 回來見